大家好,我是青花大叔 虽然介细饭饮食对控糖瘦身非常有好处 但是长期下来有水分流逝,矿物质流逝,消化不良等等问题 如果不服用营养补充剂的话呢,会有长期的严重的副作用 但是的话呢,大家看一看 有鱼油啊,营养性酵母啊,苹果醋,益生菌,维生素DK,芯片,镁片,镁片等等 这么多东西的话呢,剂量不一样,服用次数也不一样 要记住的话是非常的麻烦,经常会忘记掉的 那怎么办呢?不要担心,我们有一样好东西 哒哒,这个就是补充剂的收纳盒 它按照一天四次,每周七天的迅速排列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怎么样放进去的呢? 这个是一天的,早,晚餐,餐前服用的 还有晚上睡觉之前服用的,它有四个格子 然后的话,我们把那个要服用的补充剂 把它分别放到这个格子里面 比如说这个是一样性酵母,每日三餐,餐前服用,每次两粒 这个是苹果醋的,日三餐,餐前服用,每次两粒 这个的话呢,是益生菌的 早上服用一粒就可以了 维热素D加K2,这个也是只要服用一粒就可以了 那么放到中餐,每片 然后这个的话呢,是芯片 最后再放一粒鱼油,再晚上服用 一天的话就带这么一条,在身上就行了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这个的话呢,就是已经装好的 是不是非常的清楚 在餐馆里面的话呢,可以跟餐盒一块提供给大家 这个就叫做低碳伴侣 好了,跟着清华大叔随心所欲,轻松控堂